哈喽大家好 我是Jane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 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阅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牡羊座的朋友们 白羊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e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牡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么一样呢 会有这个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 提供给我们这个牡羊座 跟白羊座的朋友们 作为生活小贴士的这个参考啦 首先呢 我感觉有一个蛮奇妙的能量场 我不知道牡羊座的朋友们 或白羊座的朋友们 你们最近呢 是不是会去升级一些运动上面的配备 因为我看到呢 有些人好像是去看一些什么 学班 学衣 学库啦 然后呢 有一些人呢 可能是去看一些 比如说 就是这种登山装备啊 之类的 或者是比如说 你可能去买这种什么 运动摄影器材啊 等等之类的 就是我感觉 你最近呢 会投资一笔钱 或者是呢 去更新你的设备 在有关于这个运动 跟户外休闲的这一块 好不好 那有一些人呢 你们是会把这笔钱 去花在这个 就是有点像说 订好一点民宿啊 跟饭店啊 然后到户外去走走 或者是去享受这样子 比较高档一点点 我可以很明显 感觉到这个能量 是比较高档一点点的 这种 什么休闲度假村啊 或比较高节 这种度假饭店 这样子 OK 感觉有点羡慕啊 欢迎在下面跟我分享 你去哪里玩 好不好 OK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要给母羊座跟白羊座的 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啊 像这种 鹅黄色啦 黄色啦 就是这种黄色色系的东西 通通都蛮适合你的 橘黄也可以 好不好 所以呢 在服装啊 饰品啊 配件啊 水晶啊 等等之类的 小饰品 或者指甲油都可以 你们都可以灵活自行运用 去做一个搭配 好吗 OK 因为我感觉这个黄色的 这个能量场呢 会让你在 这两到三周 有一些计划的时候 动力呢 可以更加增强一些 然后呢 有一些人会因为这个颜色 戴上去之后 我不知道是因为 自信的关系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你做事情呢 相对会比较果决果断一点点 好不好 好那第三个呢 要给母羊座跟白羊座的 朋友们的开强讯息是 我感觉你们某部分的人 最近好像很喜欢吃 这种内脏类的东西 特别是肠子 比如说鲁大肠啦 或者是大肠包小肠啦 类似像这样的这种 东西你特别喜欢 就内脏类的东西啊 当然你也可以喜欢吃 比如说什么鹅肝啊 什么鸡蒸啊 但是我感觉 比较明显是这种 肠子类的东西 好吗 四神汤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 进入到这一次 你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了 首先呢 这两到三中 你的挑战排卡是女王排卡 OK 那这三组能量场 分别是过去 现在 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是 圣杯奇事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母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 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跟细节 OK好 OK好 你的女王牌卡是你的挑战牌卡 我先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 等一下呢 互相对应来做一个说明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抽到是圣杯女王 抽到是宝剑4 抽到是宝剑8 OK好 这三张能量牌卡 在你过去这一组的能量场里面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 就是 我觉得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可能来到了一个 我个人会觉得说不是什么障碍的地方 反而是有一些 母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 可能其实日子过得还不错 可能有点惬意 或者是比如说 日子虽然过得很频繁 但其实可能顺顺利利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好像因为这样子的状态呢 让你来到一个反思的一个阶段 就是我心中真正渴望拥有热情 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OK好 因为这个圣杯女王给我有一种感受 就是 她很认真 我看一下 她很认真在研究她的这个酒杯 OK好 而且呢 是只看得到这个酒杯 所以我种感觉 你在这两到三周 可能会来到一种情绪上面 对自己的这种灵魂拷问 就是 你之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喜欢 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 创业好了 我就举个例 你就是在看 我为什么要创业 我创业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热情到底是打哪来的 你就很认真 我感觉好像在对自己 做一个情绪内在的这种灵魂拷问 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受 就是 我会觉得就是 你会去思考 因为这个宝剑寺呢 也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 你坐在这个皇位上 你看这两个女生 她其实都在 坐在自己的皇位上的 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的 就是 你现在生活 不要说什么 什么好像大富大贵 但其实说实在的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健健康康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状况 让你开始在思考 就是 我心中真正想要追求的 我热爱的 到底是什么 什么对我来讲 是珍贵的 什么对我来讲 是能够激发我的热情的 我感觉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对自己做了一番的 这个问答 那这个宝剑八呢 是我个人会感觉 母羊座的朋友们 暂时得不到一个答案 因为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宝剑八 像是这个宝剑四的 这个能量长 给我有一种 就是模拟两可的感觉 就有点像说 我为什么要创业呢 因为我想要 多赚一点钱 照顾我的家人 然后我想要 激发我自己 在热情上面的 这个创业热情上面的 这个追求 好吧 那你倒是跟我讲一下 追求什么 追求 追求我也不知道 你就只为了赚钱吗 也不是这么说 我就觉得创业 闯一番 人生不一定有 这么多次机会可以创业 那你告诉我 你创业最在乎什么 说要在乎什么呢 我自己好像也想不出来 就是你会有一种 就是对自己的这种 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的这种问答 然后你会觉得说 好像我这样讲 外面的人 看起来 会觉得你没事找事做 就是有点像说 你没事在那边 干嘛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可能很多事情都很顺利 你为什么要莫名其妙 好像呢 陷入到一个这样低潮 或者是可能陷入到一个 这种 好像就是这个漩涡或困境当中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你讲 就是可能都没什么事 但是你进入到这个灵魂拷问之后呢 你自己好像有点受困在其中 然后这个答案又有点磨砺两可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样好像是这样吗 好像也不是哦 那是这样子吗 好像也不是这个重点 所以就在这样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 这个过去状况当中啊 我觉得你还在试着在找 你到底接下来可能下一个阶段 或下一个步骤 或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还没有来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所以来到现阶段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是justice 抽到的是魔术师 还有抽到这个是圣杯石 OK 这在你现阶段能量场呢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暂时没有办法 为我现在在过去的这个能量场当中 所想的事情 所想的关系 所想的合作 所想的方案 或所想的梦想 我暂时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不是给我 可是给你自己 就是我暂时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因为这张justice 这个法官眼睛是闭上去的 就是你说我这样创业值得吗 我自己好像也回答不出来 你说我这样创业是不是有点笨呢 为什么不当别人员工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话也不是这样说 所以我会觉得你在这个纠结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看待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来到一个很明朗的阶段 那这个魔术师跟这个圣杯石 就是有点像说 你看到这个魔术师拿着这个放大镜 眼睛上面有戴四颗眼镜 四个眼镜 还要拿放大镜在那边想 这个真正能够满足我的圣杯石 到底是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这个魔术师 象征就是我要去思考 我到底努力这么多 我到底想变出什么样的花样来 变出什么样的结果来 那你这过去的状况 其实有一个圣杯女王嘛 对不对 这个圣杯女王呢 象征就是在这个画面当中的 这个女生啊 这个女王 对吧 你看到一家和乐 非常开心快乐的状况之下 对吧 OK 你在想到底什么东西 会是这个圣杯石 对我来讲的意义 那这个部分呢 由于每个人状况不同 你们可能要各自去套用 在你自己状况里面 意思就是说 你努力付出这些 是为了成就这个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你就要靠你自己的状况 按照你自己的状况 去把它找出来 OK 所以就像这个魔术师 要去把它找出来 暂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所以你的挑战牌卡 就是来到女王牌卡啦 这个女王呢 其实象征的就是一个怀孕 你看她手放在她肚子上 一个怀孕的妇女 暂时还没有办法诞生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的答案暂时不会很明确 你也可能并不是很清楚 下一步要怎么做 甚至你也不知道 生出来这个孩子 是男的还女的 类似像这样 OK 所以暂时没有一个结果 我觉得你在孕育的这个过程 所以在孕育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为什么会跟你讲 你这两到三种 很适合去度假 去放松去玩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的原因 就是因为 当一个孕妇 她是最好能够不要有压力 能够轻轻松松的 然后待惨 然后保持心情愉悦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你要如何能够把这个圣杯石 你要去想 这个圣杯石 为什么我叫你去思考 因为如果假设 你单纯只是一个圣杯女王 你就是一个女王 然后怎么样 对吧 你一点都找一个国王 但你找了一个国王 像这样 有一个女王 有一个国王 但你要有这些孩子 对不对 你就是在想 这个蓝图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请你们去想 有你自己 跟另外一半之后 比如说这是合作伙伴 或你真的关心的 另外一半都可以 你们要灵活去运用 要有这些孩子 总要有一个爸爸 有一个妈妈 那当然我先这边声明一下 也可以两个爸爸 两个妈妈 我没有任何的 就是这种 那个什么叫 就是歧视 什么性别 没有 我只是跟你讲 传统来讲 就是爸爸妈妈会生一个孩子 那你现在挑战牌 就是你要如何 能够去孕育这个孩子 那孕育这个孩子的初衷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蓝图 你去想一下 这就是你的挑战 那在孕育这个孩子 过程当中 心情轻松 愉悦 开心快乐 是很重要的 对吧 你还要去安排 那在哪里坐月子 孩子以后 要在那里就读上学 我要帮他取什么名字 是男是女 不重要 健康宝宝就好了 你可能会有很多想法 要如何去创造这个圣杯石 所以这就是你的挑战 OK 然后我个人也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圣杯石 还有给我另外一个印象 就是你本身是这个圣杯女王 跟这个圣杯国王在一起 创造这个家庭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受 就是像说 像这个宝宝 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之前 你当然会担心他 我的宝宝健不健康 会不会乖乖听话 会不会 就是比较喜欢我不喜欢爸爸 我就开开开玩笑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本来就会有很多不确定性 OK 那这个不确定性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 牡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 你会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会更加了解你自己 还有你会多了一个很厉害的能力 就是去克服 或者是去跨越 这些位置上面的障碍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突然叫我传递这一段讯息 可能是给某部分 需要听到这段讯息的 牡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 OK 那来到未来呢 这边呢 你看到哦 你抽到是钱币8 然后呢 抽到是钱币5 然后接下来呢 抽到是圣杯4 OK 这三家牌卡呢 在你未来这个过程当中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即使在现阶段 你的挑战是要好好去孕育这个心声 想出一个道理 或者是你真正想要的下一个篇章是什么 或者是你到底想要成就什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只有几件事情提醒你 好吧 我们要做朋友们 第一件事情 该做的事情不能少 你不要说 我想不出来 为什么我要创业 明天开始我就关店大集 不是这样子的 你该去赚钱了 你该去工作 你该去开店了 你还是要去开店 OK 还是要让他顺利的去运作 还是要乖乖的去上班 还是要乖乖的去看你要做什么 OK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 你在思考的东西是什么 OK 或者是要不要去维持这段关系 你还是得去做的 OK 那来到这边呢 这个圣杯4呢 跟这个钱币5 我会建议你 在你还没有想到一个很明确的计划 或者是答案 或者是一个理由之前 这个呢 该付出的努力跟行动还是要有 但是在这边有两件事情要特别注意你 如果假设在你身边呢 有一些人呢 比如说假设好了 他们呢 想要给你一些帮助说 哎 那母羊座 母羊座 你们要不听听我们的一些建议啊 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你呢 不要因为太沉浸在这个状况当中 可能走不出来 或掉到这个黑洞里面 或觉得自己在没事找 麻烦给自己在那边思考的时候呢 你身边如果有一些人啊 给你一些建议 或想要伸出援手给你呢 他们说啊 你不要太过于 就是执着了 或投入了 然后就忽略了这些人 对你的这种关系 或关爱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吧 因为你有可能会从别人的 说法 或你聊天过程当中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那这个钱币5呢 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不要因此感到心灰意冷 你看到是下大风大雪的 不要因此感觉到心灰意冷 好像否定的过去 你所有付出的这一切 你现在只是在想 我下一个篇章怎么做 我这些初衷是什么 但并不代表你以前做的东西 这些都不值钱啊 没有意义啊 好像荒废一样啊 不知道是忙什么样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两个是比较需要提醒你 如果你在思考这些的过程当中呢 千万不要掉到这个洞里面 因为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是 对不起 是圣杯歧视 OK 这个圣杯歧视呢 是拿着这个圣杯 即将要跨越这个恒河 类似像这样 OK 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未来呢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 就是你会持续不断的去投入 OK 但是可能暂时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会遇到一点波折 你可能还是不会 要到你想要的答案 或找不到你的初衷 或还是暂时 不知道下一个篇章是什么 但是 你要保持向前行走 OK 因为不要忘了 你是圣杯女王的 你所有该行动 该付出的 还是要向前走 因为我总觉得 你这一次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是有一些母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 你们好像想要放弃了 这个讯息好像是在告诉你 你可以走得比较慢 你可以停下来 但是你该做的 该付出 该投入的 你不能就此打住了 那我觉得 那反而就功亏一篑了 OK 你可以在这个慢慢走 慢慢思考 慢慢的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 去找到你要的答案的 OK 所以我觉得 这两到三周 其实可能会有点 滞留的状态 放轻松 出去玩一玩 去感受一下 人生还有很多其他乐趣 可以去探索的 我觉得可能对你 这两到三周 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非常有帮助 我们羊座的朋友们 OK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宇宙的验证牌卡 好吧 来 那宇宙的验证牌卡 我会建议你 不管是新朋友 或老朋友 都可以来看一下 好吧 因为宇宙验证牌卡 会来验证 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能量场之外 还会来重复 可能或许有一些牌卡 可以告诉你 这个就是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你看 好来 你看你前臂五验证前臂五 才刚讲完 他就出来了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前臂五 都在那里 好吧 OK 好 他们说没错 那两张就是要在那 OK 好 就是这样子啦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吧 来 梅羊座白羊座的朋友们 我必须要告诉你 这个前臂五 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我会觉得你 我会 我会 我啦 我自己本人 会担心你 你会陷入到这个情绪的漩涡当中 然后不是说你会一蹶不振 没那么夸张啦 我觉得那不太可能 但是我会 有点担心你 就是你可能会在这边 沉溺 或者是有点 就是这种低能量 或者是这种 很 很没有动力的状况 会滞留太久 所以我记得 我刚刚讲 那个开场讯息 你好像适合黄色 对不对 就是我感觉 这个动力还是要出来的 OK 有点类似像这样 OK 来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冲到的是保健4 来验证你过去的能量场 这个你自己看 你的保健是验证保健4的 然后保健4加保健4 是保健8的 对吧 你看 这个是我都在你面前 洗牌给你看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来看宇宙验证牌卡 很重要 这有一些细节 你就想 刚刚这两张牌卡出来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你在一种模拟两可 跟思考的这个状态 这个是一个鸟巢 你躺在这边休息 我就跟你讲 这两到三种 很适合你休息 你不要忘了 你看 这边有一条红线 帮你把这个红色的爱心 保住的 这个就是你心思向往 想要去做成 想要达成 想要经营的关系 或者是想要拿下的 这个合作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本来就可以在这边思考 但是你不可以陷到死胡同里面 这个保健4加保健4 就是左思右想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也想 那个也想 然后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就困在这个保健8的状况里面 模拟两可 这样好吗 这样行吗 这样吗 是这样吗 还是那样好吗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请你们来看宇宙验证牌卡 就是这样 你可以去想 你真正在乎的 这个圣杯 其实就是这个爱心 你可以去想 但是千万不要陷到死胡同里面 OK 那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这个权杖8 OK 这个权杖8 你注意看 它很像是仙女棒一样 大家都集中在这边 准备要绽放这个火花 OK 这张牌卡 要告诉母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 你现在在现阶段能量场 你的动作 你的行动 你要朝向同一个方向 你不能分散你的注意力 或者是分散你的力量 原因是因为这个权杖8 之所以为什么权杖都会朝向这个中心的方向 就是你要去找到这个核心重要的 这个对你来讲的初衷 像我讲的 这个爱心到底对你来讲是什么 初衷是什么 这个圣杯是什么 或者是这个圣杯石是什么 或者是你为什么想要做一开始的动力是什么 或者是你真正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 你要朝向那个方向 OK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 这也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你要去找到这个圣杯石 OK 所以你的挑战牌卡是这个女皇牌卡 来你看 你又抽到这个是保健5 然后验证牌卡是圣杯女王 你看又出来了 然后还有这个是保健骑士 来 圣杯女王之所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刚刚就跟你讲了 你会去找出为什么我这么在乎这个东西 OK 我到底为什么 你看这个眼睛闭起来跟什么 跟这个justice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暂时可能会有点迷惑 或疑惑 你疑惑你自己 我投降了 我真的找不出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的 我现在好像有点迷惑 我现在好像有点失去方向 我现在好像有点失去动力 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 OK 我不知道 你看他双手拿这样 象征的意思就是 我不知道我到底还不要捧着这个爱心 就是这个东西 OK 这个其实我可以跟母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讲 我们如果当我们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 努力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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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会有累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你要休息充电的时候 你不可能一路上都一直这样向前冲 都没有停下来过 这个就是中间有点点倦怠期 就有点像是那个减肥停滞期 是一样的道理 OK 这样你懂的 那这个保健五跟这个保健骑士 象征的就是你看 你在这边想破头 我们就跟你讲了 你在保健世界保健 在想破头了 然后这个保健骑士呢 又很想要赶快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所以这个保健五加这个保健骑士 象征的是保健六 你不用担心的 你会朝向这一个 你想要去解决的方案 只是现在这个状态 你看这个也是闭着眼睛 现在这个状态 让你会觉得说 哎呀 好累啊 好烦啊 怎么会这样子啊 所以你放轻松一点点 好吗 放轻松一点点 OK 那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这个是前币五 抽到的这个又是前币五 前币五加前币五 像这就是前币十啊 他们也有告诉这个母羊座的朋友们 你一定会找到这一把钥匙 这个钥匙就在你旁边 你冷静一点 这个钥匙就在你旁边 打开这个大门就走进去了 OK 你不要觉得说 好像我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我在这边好像卡来卡去 卡了半天都没有走出来 好像在死胡同里面一样 这个前币五加前币五啊 他们也有跟你讲 这个就是叫做解灵还需细灵人 OK 说实在的 你不要想这些东西 你就是继续傻乎乱的 做你的事情也可以 其实你就不会自寻烦恼 但是就是因为你可能想要提升 你想要了解 你想要再度向前冲 或升到下一个level 或有所让你自己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转变 所以你才会开始想方设法 想要把这些东西做一些 比如说优化好了 调整好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其实前币五加前币五 象征的是 你想要朝向前币十的方向去 你会找到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法 不要一直觉得说 自己好像就是 看着自己的弱点打 或者是呢 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这个其实也是前币五的一个象征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像我刚刚讲的下大风雪 但这边其实是有一个解药在这边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解铃还需吸铃的人 所以你也不要太紧张 你也不要太担心 OK 然后呢 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圣杯骑士 你所抽到的验证牌卡是 圣杯适责 OK 来 这张牌卡呢 是要告诉这个 母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讲 我刚刚有跟你讲 你还是会往前走 你可能甚至会滞留一段时间 这个你想要去找出的 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关键 或解决的方法 或你到底为什么热爱这件东西 或是你的初衷 或你的热情到底在哪里 这个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你注意看 这个人 他胸口这个爱心 是飘走的 你知道他爱心在旁边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看哦 你这两张牌卡都是这样子的 你看哦 非常有趣的 这都不同一副牌卡 不是 这是同一副牌卡 但是你注意看哦 不一样的这个牌面 你看哦 这个爱心都放在旁边的 OK 这个是象征什么意思呢 他们说 你要去寻找啊 你会找到你要的答案啊 OK 那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放弃了 因为你注意看 这个人在看 这只猪飞到天空上去啊 OK 然后这个圣杯里面是空的啊 他们说啊 你千万这个时候 不要因此 你可以休息 不要因此觉得说 哎 这可能没希望了啦 我怎么可能会找到 我真正想要去的方向 大概就这样吧 我人生巅峰就仅死于此吧 不要这么庆围好吗 OK 来 你看哦 这个圣杯啊 是你 你很珍惜 看在你的眼前的 母羊座的朋友们 所以你千万不要这样子 轻易的把它放手了 OK 我觉得 你一定能够去找到 这个圣杯女王 手上拿着这个圣杯 跟你想要去创造的 那个圣杯石的意义是什么 好不好 所以你千万不要 觉得没有希望 这个这个像 虚 这个什么 虚虚 好像这个白白的 这个线 这个人飞走啊 就是象征地告诉你啊 你不要认为 这不可能啦 我不可能在造巅峰了 我还能怎么样 我创意就这样了 不然你还想我怎么样 我人生就这样了 不然你还想我怎么样 千万不要有 这样的状况出现 好吧 你还是要持续 拿着你的圣杯向前走 即使现在或许 你还找不到答案 还需要有一点时间 或者是遇到一些颠簸 我觉得你都要 继续向前 你要清楚知道 你当初想建立的 这个梦想是什么 你看哦 你的宇宙跟天使 要告诉你 额外的补充讯息 就是这样子的 来你看 我正要跟你讲 那什么雨过天晴 就是这个暴风雨过后 你会迎来一个 非常光明的状况 但是前提是 你要去看 这个小孩在干嘛 这个小孩在看 他想要建立的 这个城堡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想建立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得去思考一件事情 所以你这个 拨开云雾见晴天 还需要有一点时间 因为你看 这边乌云还是很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会用那样的形容词 这个还会有一点滞留 你不能在这边 就放弃了 米羊座的朋友们 你的太阳就快出现了 所以你要像这个孩子一样 去找回你这种 很单纯的初心 初衷 还有你的动力 还有你想要去 做成这个城堡 所以你看 你的牌卡 说实在不同副牌卡 不同副意向 但是他在讲的东西 都是一模一样 我总觉得 好像告诉米羊座的朋友们 再撑一下下 好不好 然后这两到三周 稍微让自己放轻松一点点 我觉得 你就会自然而然 去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或者是更加明确清楚 你要的方向了 OK 好啦 那以上 这个就是要给母羊座 这一次的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非常感谢 母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 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 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 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